Stray的名字代表Generation Z 代表我們是一群新人類 Stray的詞語代表我們五個都沒有簽任何公司 以及我們是一個自由的組合 歌曲是用一個故事形式去表達出來 即是我們幾個的一些經歷 即是我們為什麼比賽之後會去組一個團 其實在歌詞裡面都有講解我們這些修路歷程 可能有時候彈結他那些就會有很多的melody出來了 然後其實我真的經常是隨地都會在這裡撐一些新的melody 我個人是很喜歡去作這些作曲 最特別的地方是我試過在巴士上寫了一首歌 即是我在口罩裡面 然後人們都會心想這個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我正在作詞 然後我有這個習慣 我之前就是我搭車時我會跳舞 我之前有沒有看到地鐵有人在跳舞 那個那個其實是 你經常都是這樣 內心OS其實是我 我也是 然後一回到學後我就會在 我試過有一次我超早 即是打完球之後上課室 然後跳舞 然後被人捉到 會不會捉的 不是 我會被人見到 很驚訝的 我會突然有些靈感 即是零零射射可能在跳舞的時候 聽著歌的時候就定義時 不是 怕人將自磨滅 隨著流火沒 人願機你 畫得的背面 十方中鍛鍊 人間的眉線 天真幻滅才能發現 其實一開始我們想好這首歌之後 就很快已經開始去想畫面上的東西了 那時候我就第一時間已經request了 我想做一個對比大一點的一個服裝上的形象 所以那時候我就 suggest了 我希望有一套是比較gorgeous一點的 另一套我就想是 反而是突顯到我們是 牌子純潔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就選了黑色和白色 那至於為什麼選擇歌德楓呢 是因為我們覺得身為一個孤兒 那些衣服其實我覺得是挺適合一個孤兒 還有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因為白色也是代表著我們的初身 還有我們還是一張白紙 然後至於黑色的裝束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也是一個不會輸給人 然後我們也是一個自強的存在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就透過在我們的服裝上就話了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覺得那個icon其實是畫我家的狗 就是設計師 所以我覺得是狗代表到 因為他很alien face 所以他很新世代 他好像一隻怪獸仔 還有我記得那時候 阿Bel說過一句 就是他的狗狗 叫做歌本 而且他會唱歌很厲害 對 而且他很小隻 但是他是不害怕的 就是他什麼都不害怕 對 就算看到很大的狗狗 他都沒有所畏懼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為什麼他這麼喜歡 他的迷你狗狗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自己就會覺得是貓的 因為貓不同狗的那種很熱情 很直接很主動那種 而我們呢 我覺得我們自己做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都不會說是一個很主動的一個角色 而是我們很認真地去做自己的音樂 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動力去持續的 我覺得就是COLA 因為雖然他們不是跟我們同團 但是其實大家都是由造星出來 都是一張白紙去開始 其實每一次看到他們的演出 或什麼都會令到我們 都會有更大的動力 可能會有很多人都會問 究竟誰好點誰好點 但是其實我很希望我們大家都會一起進步 我覺得是現在香港的歌手和藝人 自從可能MIRROR成立之後 可能藍團女團這個風氣都會更加多人留意 那我就覺得是 我想 即現在已經很好看 但是可能會有些 我們 可能加入一些新的元素會更加好看 更加多元化 就是我想可能觀眾都會想 香港樂壇的內容更加豐富 所以我就希望是 我們的家人可以幫助到 貢獻和一分力給香港 你怎麼樣 你應該要留意 你應該要留意 是 你應該要留意 Strend